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 苹果公司与投资者就一起欺诈案 达成了4.9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这起案件涉及到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 库克在2018年对公司销售前景做出的虚假陈述 而在全球贸易领域 红海的袭击事件和巴拿马运河的水位问题 给全球航运路线带来了重大障碍 预计消费者将在一年内开始感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政治舞台上的动态 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 同时对代表中国公司的游说者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黎 但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 可能会给这次访问蒙上阴影 另一方面 乔治亚州的一位法官裁定地方检察官 可以继续处理2020年选举干预案件 只要他的首席检察官退出 最后 在商业和科技领域 阿里巴巴宣布将在韩国投资11亿美元 以改善商业基础设施 而币安加强了其代币上市流程 以提高投资者保护 此外 京东商城放弃了进购英国零售商 KLIS的计划 在体育领域 西班牙的大卫 普一格和南非的捷步 克鲁格在国际系列澳门高尔夫锦标赛上取得微弱领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新闻 苹果和投资者就欺诈案达成4.9亿美元和解 彭博社 苹果公司已同意与投资者达成4.9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这些投资者指控首席执行官蒂姆 库克在2018年对公司销售前景做出虚假陈述 由英国诺福克郡议会领导的投资者声称 库克的陈述导致苹果股票以人为方式被高估 该提议的和解协议是该地区历史上第三大证券集体诉讼赔偿 苹果在中国面临挑战 今年头六周 该国的iPhone销量下降了24% 红海袭击导致全球贸易陷入困境 德国之声 全球航运路线面临重大障碍 世界上两条最重要的水道 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目前都面临困难 由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对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发动袭击 使其无法通航 而巴拿马运河则面临水位偏低的问题 这些障碍导致航运公司不得不改变船只航线 推高货运成本并增加海上排放 这些干扰还导致供应链延误 港口拥堵和交货延迟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警告称 消费者将在一年内开始感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 随着华盛顿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 游说者受到指责 南华早报 美国议员正在推动对代表中国公司的游说者 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指责北京利用游说作为一种隐秘推进其议程的方式 对中国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 引发了对外国游说的监管加强的提议 去年提出的一些法案目前正在国会等待审议 旨在加强对外国游说的监管 并要求更多透明度 一些议员正在考虑禁止国会议员 与代表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的游说者会面 上个月 一份列出了中国公司及其在华盛顿的游说者的名单 在国会山流传后 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 和游说公司放弃了一些中国客户 这份名单凸显了对中国公司 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 以及为这些公司进行游说 所带来的生育风险的担忧 马克龙将在巴黎接待中国的习近平 贸易紧张局势仍然存在 彭博社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 计划在春季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黎 以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然而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 可能会给这次访问蒙上阴影 欧盟已明确表示 不会将贸易与安全问题分开 最近关于电动汽车补贴 法国化妆品公司的数据请求 以及对葡萄酒进口 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争端 已经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压力 马克龙将强调 法国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措施 并非特定针对中国 并表示与中国的对话 对法国外交政策至关重要 币安加强代币上市流程 监管机构密切关注 彭博社 币安在其平台上上市新数字代币时 引入了更严格的要求 包括更长的锁定期 在此期间不能出售任何代币 更大的存款要求 以及为市场做市商 流出更多的代币 这些变化从去年开始生效 目前还没有对币安在 现货加密货币交易中的份额 造成影响 然而 参与上市的高管们抱怨称 新规定可能会损害 他们的盈利能力 并使上市新代币 变得过于繁琐 币安越来越重视投资者保护 而不是吸引代币上市 并因过去对上市监管不利 而受到批评 中国京东商城 放弃禁购英国零售商 COIS的计划 彭博社 京东已确认 将不会对英国电子零售商 COIS提出邀约 就在美国收购公司 Elliott Investment Management 在几天前也退出之后 Elliott在最近几周内 两次以美股62便市 和67便市的价格提出邀约 将该联锁店估值 高达7.6亿英镑 9.68亿美元 但都被拒绝 COIS表示 该公司的价值要高得多 京东发表声明后 COIS股价下跌近11% 约为52便市 乔治亚州的特朗普法官表示 威利斯可以继续处理此案 但首席检察官必须离开 南华早报 乔治亚州法官斯科特 麦卡菲裁定 地方检察官范妮 威利斯可以继续处理 2020年选举干预案件 只要他的首席检察官 内森·韦德退出 尽管麦卡菲并未认为 威利斯与韦德的关系 构成利益冲突 但他承认 这种关系会产生 不当行为的外观 可能损害起诉团队 特朗普及其共同被告 曾试图让威利斯退出此案 但法官的裁决 允许审判继续进行 特朗普被指控 非法向州官员施压 要求推翻他在乔拜登面前的败选 普一格和克鲁格 在国际系列澳门赛中 取得微弱领先 南华早报 西班牙的大卫 普一格和南非的捷步 克鲁格在国际系列 澳门高尔夫锦标赛上 以一杆领先的优势领先 两位选手都利用了平静的条件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普一格打出了 六杆低于标准杆的64杆 克鲁格则打出了63杆 他们仅领先于比约恩 赫尔格伦和米托 佩雷拉 两人落后一杆 前30名选手之间 只有四杆的差距 领先一天的李浩彤 今天遭遇了困难 最终以两杆高于标准杆的 72杆结束比赛 夏华智领先榜单之外 普一格感到疲倦但自信 并希望能够带走冠军奖杯 克鲁格对自己的推感感到满意 但承认自己的开球准确性 还需要提高 尽管球场具有挑战性 但两位选手都喜欢这个球场 并且感谢当天没有封 阿里巴巴将投资11亿美元在韩国 以改善商业基础设施 南华早报 据韩国媒体YoungHab新闻社报道 阿里巴巴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在 韩国投资11亿美元 这家中国电商巨头将投资2亿美元建设物流中心 1亿美元帮助中小企业将产品销售到海外 此外 阿里巴巴还将投资7570万美元改善消费者保护 此举正值其Ali Express市场因消费者投诉 而受到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的时期 去年 中国在韩国的在线消费额增长了121% 达到3.3万亿韩元28亿美元 拐点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听证会揭示了复杂的关系 半岛电视台 美国国会将就巴基斯坦的民主未来和两国关系状况 举行听证会 此次听证会是在巴基斯坦一次备受争议的选举之后举行的 该选举被指控存在欺诈和操纵 巴基斯坦最大的反对党指责政府操纵选举结果 然而 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听证会不太可能对美巴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认为 这次听证会更多是关于美国国内政治和争取选民支持 而不是塑造外交政策 他们还指出 巴基斯坦并不是美国的优先事项 目前 美国正在应对中东 乌克兰 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多重挑战 美巴关系近年来一直紧张 但在过去两年有所改善 然而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改变了两国关系的背景 尚待观察两国将如何应对新的动态 在Pornhub退出德克萨斯州后 VPN搜索量激增 CNN 在Pornhub因为一项强制要求成人网站验证用户年龄或身份的法律 而暂停在德克萨斯州提供服务后 该州对虚拟私人网络 VPN 软件的搜索 在本周短暂激增 谷歌搜索工具的搜索量增加了四倍 这表明该法律可能已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尽管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了该法律的有效性 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如何让年轻人发声 德国之声 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发生在2014年 学生们占领议会 抗议与中国的两岸贸易协议 至今仍然具有共鸣 这场运动使台湾远离北京 其影响仍然被台湾的迁徙一代和CE一代所感受到 年轻一代担心在执政的国民党领导下民主的侵蚀 国民党倾向于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然而 在最近的选举中 接替国民党的民进党的胜利幅度缩小 表明现在大多数台湾选民 支持主张与北京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反对党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 都可以通过电邮 出趟 呃